真的是嚇壞大家了 4月3號的花蓮強震過後 我們再度歷經了前所未有的震撼 從深夜到現在為止 至少超過了200起的大小余震 花蓮又倒了兩棟大樓 像是說 這是整個余震的正常能量釋放 但是 但是只是剛開始 余震至少會維持半年 到一年那麼久 但觀眾朋友 我們更要注意的是 鎮央已經從近海轉移到陸地 而余震會更具威脅嗎 而近700萬人居住的雙北 更要提防的是海溝巨型地震 台北噴地真的會如專家所預測的 恐怕撐不住致命的三分鐘嗎 其實基本上是這樣子 我們昨天晚上到現在 很多人見到面就說 你有沒有睡 因為從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 大家都一直被搖著的 很擔心 為什麼擔心呢 因為發現現在呢 整個地球非常的浮躁 地下很浮躁 天上也很浮躁 大家心情很糟糕 然後另外一個傻眼了 4月03花蓮地震 大家已經很震撼了 今天4月23的耶 20天的耶 怎麼還在震 怎麼一直在震 然後震到了的話 昨天凌晨的時候 我們的護國神山台積電 緊鄰大座 但是因為沒有遭到市集 所以沒有停產 但是也看到說 台積電 怎麼最近又有 難道又有地震要影響了嗎 然後呢 到目前為止呢 整個氣象的資料說 已經釋放了 大概有42顆原子彈的一個能量對不對 然後呢 大家非常關注 所以呢 其實真正的那個地震監測呢 18萬人 同時在看那個數字 還一直往上飆 但是呢 花蓮那邊呢 上市出的事情 還沒解決完畢 統帥 還有那個另外一個那個飯店富凱 當時都已經是紅丹了 對 但是呢 有人五根柱子撐著 一震一根就不見了 對 另外一個呢 在牆裡面 二樓就變一樓 哇 現在又要開始要去拆 這個地震 到底會給大家多大的壓力呢 到底會有多大的壓力 有兩件事情 我們就要順著這個東西找答案 第一個 鎮央從近海轉到陸地裡面 然後呢 從北慢慢慢慢往南移 移到了受風附近的斷層帶 我就問 在這個余政晃起來的情況之下 威脅會更大嗎 持續會更久 破壞會更強嗎 這個東西就有很多時候科普 還是很重要 會講科普人 其實大家就想說 不是最早的時候 鎮央是在海邊嗎 怎麼一直往陸地 而且從北邊往南移 其實鎮象 其實講了一個叫做硬力調整 這個大家聽得好難 幸好我也是學力學的人 這個呢 我這個人 就有點像飛率低音板塊 然後呢 撞到那個電視牆 電視牆就是歐亞板塊 然後呢 因為我比較胖 對 所以我一撞上去之後 我肩膀頂住 上色的鎮央 在北邊 對 但是我肚子大 肉多 所以抵到了牆 那抵到了牆之後呢 那個肉會慢慢地釋放能量 這個就叫做硬力調整 所以其實 剛剛我跟老師討論過 現在這樣子 緩緩地釋壞 反而會讓整個 整個如果一波涉化 那才更危險 然後現在當然更擔心的就是 央大的李奇提教授 又提到了 海溝巨型地震對不對 那海溝巨型巨震呢 當然了 因為他會提到一個概念是說 海溝巨型地震 其實地震我們都知道震動之後 都有一些平坡嘛 而這平坡如果跟那個堆積地形 像台北盆地 那堆積地形裡面的土質比較鬆軟 如果平坡產生共振 會不會產生比較麻煩的事情 他就舉了1985年墨西哥大地震 當時在墨西哥灣裡面 400公里之處 然後一個地震之後 然後就傳過來 傳到墨西哥剛好它是一個 像完整的一個盆子 所以裡面震盪震盪 它又是三分之一的堆積土 那台北也是盆子啊 所以為什麼今天大家會想到說 花蓮希望大家都要平安 那兩棟樓倒在哪裡沒人 問題是昨天晚上 雙北台北盆地700萬人居住 晃了一整晚大家就在想 如果台北搖起來 最嚴重會怎麼樣 就像你講的 深海那個盆子一搖起來 你撐得了多久 不過呢因為海溝是 整個板塊的一個引墨帶 那我們那個琉球海溝 不是這一次 跟這個比較沒關係 但也不用那麼擔心 然後不用那麼擔心 另外一個呢 台北盆地 不是像整個墨西哥盆地 這麼的平衡 所以那個震 至少昨天的時候 沒有上下 只有左右 代表著其實至少 但是李教授或很多的 就是這些地震專家提起的就是 我們很多房子 都跟一定要做 沒完沒了的余政 要政到什麼時候呢 今天我為大家邀請到是 中央大學地科系的 顏弘元教授 歡迎老師來 大家好 老師來告訴我們 這次就兩 我們要問兩件事 余政怎麼可以這麼久 這麼強 接下來還要拖多久 你可不可以從今天 我們都在找的兩個關鍵字 第一個 正央開始改變了 從近海到陸地 正央開始改變了 從北端往南端移 為什麼會出現 這樣子的改變呢 好 我們先從左邊這張圖來看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 不同顏色是代表 不同地震的深度 是的 所以主震發生 這個是主震 那主震發生之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 它在這邊 它產生是一個逆斷層 然後逆充斷層 主要能量是往這邊受 主要能量 往這個地方受 對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因為北邊 它長期的受 這個引墨板塊的一個擠壓 是 所以這個地方 不管從稍微深一點的 或淺一點的 它相對來講 是比較破碎的 那麼這個破碎的情況之下 所以在往北的這個引力 它會先讓這些余政 本來要破裂的 讓它破裂 它先去游令這一片 可以這麼講 沒有錯 對 它先去游令這一片 然後呢 在這個過程當中 如果我們從右邊這張圖來看 右邊這張圖 這是昨天晚上到今天 大概早上10點的時候 地震發生的位置 對 很顯然的這一塊 跟這一塊 跟完全不一樣 那麼也就是說 當初這個主震發生之後 它往西邊的這個能量 並沒有讓這一塊運動 所以它等於是撐在那邊 你的意思是說4月3號 當我們說 引力往這個地方供的時候 傷的是這一塊 破碎的是這一塊 可是現在這個是 昨天一整晚 震個沒完的受風箱附近 我們放大到這一張圖 對 這個地方 為什麼這次變成了重災區 因為4月3號那一波 你都沒事 這次我找到破口 我就供進去了 沒有錯 的確是這樣子 所以它會在這個短時間之內 就是本來這個地方 就是有點 我們講有點裂縫 是 那麼我們就比喻來講 譬如你車子 車子 你被石頭炸到的時候 它可能一兩條裂痕 但是你被大石頭炸到的時候 蜘蛛網 對 整個就擴散出去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地方 有點像蜘蛛網散過去 對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 昨天晚上這個 就是被一個很大的一個石頭 它直接打穿 所以它會集中在某一個地方剖裂 而不會呈現蜘蛛網的程度 好 老師我要幫觀眾朋友問這個問題 怎麼都可以 這是4月3號發生7.2那一天 都隔了幾天 20天了 怎麼可以有這麼強的強戰 你看 越來越弱 弱到後來微微都要再見了 怎麼又來了一個倒打我們一盤呢 的確 盧主持人所說 其實我們在整個花蓮的這些地震的研究上面 它都會一群一群的 好 那麼一群一群的 所以我們通常在看這個花蓮的地震 通常是二到三個禮拜 它應該要落幕了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理論上 我們以這個個數來講應該要落幕了 那如果我們剛剛所講的 它就是因為往西邊的這個硬力 經過調整以後 經過調整以後 它這個地方 我們一直講它往北破 但是它往西邊並沒有破 沒有破的情況之下 它這一次來補足它 把它這個空檔把它補掉 如果每一次三啊 二啊 四啊 你就拖很久會變零尺了 對 所以這個看起來 以我對這個地方地震的了解 跟地質的構造 我認為我們從這張來看 不同顏色是代表不同年代的地震發生 對 所以花蓮的地震 各位可以看到 它都是一群一群一群的 你看這個顏色帶都是一群一群的 是 是 這都是一群一群的 對 但是很重要的是 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是縱古 這個是剛剛講的 撐在那邊的 對 就是射峰鄉這附近的地方 所以它這個地方就是 原來就是比較相對整個 海岸山脈來講 它是比較堅硬的 對 相對來講 是 但是它本身裡面就是這樣 它還是破碎 因此它撐不住的時候 這次往西邊的印地 重新調整之後 它就一次破開來 好 老師這一次呢 我們大家會擔心的就是說 在整個花蓮居然可以餘震到現在 如此的沒完沒了的情況 那老師說 今天晚上我們都在談花蓮對不對 可是另外 西海岸 還有更更要讓你覺得擔心要注意的地方 為什麼 好 我們這樣子講 這是在大家所關心的 現在梅山斷層 那麼梅山斷層在1794年 然後1906年 各發生一次非常大的一個錯動 所以才會講到就是說 是不是有所謂的百年週期 這樣我們觀測地震 這麼大概 連歷史地震 大概只有400年資料 你要把它用這個所謂的 100年100年這樣來切割 並不公平 如果說我們從現在所看到 像車龍不斷層 車龍不斷層 我們把它挖開來看 發覺說過去2000年 它動過六次 但是並不是平均350年動一次 並不是 有100多年動一次 有六七百年動一次 所以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這麼短的地震觀測裡面 其實我們很難說 這個週期這件事情 所以你不要再去拿什麼百年週期 去預測梅山 下一次什麼時候要升懶腰 不一定的 對 但是我們要提醒觀眾就是說 因為梅山斷層 它的能量累積 事實上已經達到某種程度 什麼時候會地震 沒有人知道 但是要提醒就是一般觀眾 就是說在台灣西南部 尤其嘉義 人口密度高 是 然後再加上什麼 再加上這個平原 它基本上會 正部位放大 對 還有它離比如高鐵啦 離這些這個 一些交通建設比較近 對 我們的反應時間不多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還是要請民眾 對於這個地震防護的部分 還是要提高警覺 好 所以現在大家要問的就是 如果前有警訊 人家已經造成災害給你看了 我們可以提前預防 我就問 現在放眼全球 地殼是不是越來越躁動 整個 最近聽很多 就叫做百年週期 有沒有 不管是我們台灣的百年週期 國外也有百年週期 整個火環帶 大家都在討論百年週期 台灣這些一直在被搖對不對 然後呢 其實沒想到 印尼呢 如玩火山 也爆發了 然後爆發之後 又造成了地震 上次它是1871年 然後這次一爆發之後 你看一萬多人趕快撤離 然後 整個東西天空上呢 又有一點像 磨劍那種恐怖 你看有沒有 天上呢 在噴發的時候 閃電啼力 然後大家對於印尼就很擔心 因為印尼 上次一次是什麼 萊雅達海嘯 那是海溝型 往上噴出來 另外是七萬四千年前 砍柏拉火山 差點把我們老祖宗都滅掉了 所以大家很緊張 可是更緊張的是什麼 那個畫面 你看到沒有 閃電交加 那好像是雷霆萬鈞 然後昨天晚上 我們台灣 在北台灣上空 也是有很多人看到閃電 然後氣象專家說 跟地震無關 跟地震無關 我一邊在那邊 雲震嚇死了 頭頂在閃電 那是另外一個 剛剛講地下很浮躁對不對 對 天上更浮躁 因為整個雷雨包南下 所以你看到極端氣候 在天上 地下都有了 在整個中國大陸南邊 那個整個雷雨包更大 閃電霹靂 然後廣州塔 一個小時 六次被閃電 直接擊鬥 你看到這個機率 閃電又打到一次的機率 重複兩次都很低了 直接打鬥 那當然它有個 畢雷這個效應 給了壓靠 然後另外一個呢 在廣東還出現一個更奇特的現象 就想看沒有 綠光 天空怎麼會呈現這個顏色呢 其實太陽本身經過這個散射和折射 有很多時候雲層很特殊的條件 比較稠的時候會產生綠光 可很多攝影師一輩子 想要拍夕陽的綠光 拍不到 對 那是代表著整個水氣 竟然連那個散射慢射 都產生了綠光 就非常特殊的一個大氣環境 而這大氣環境 你還要碰到什麼 先前特別熱 特別熱 所以貴州那邊呢 例如三里平是下雨對不對 下冰袍 而且冰袍像鵝蛋這麼大 非常劇烈的對流 造成的冰袍 強烈的熱對流 就是整個人羽包打下來 但是它原來是很熱 廣東這邊也是百年洪水 不斷熱鬧嘛 你看什麼江南村什麼村 那個塔都在淹起來對不對 然後呢 這裡面是出現什麼狀況 過去前幾年的時候 是在華東地區開啟下冰袍 因為它熱嘛 太陽曬嘛 是 現在靠海了 這海水不是更能夠調節前後嗎 那代表海洋的溫度恐怕更高 所以你看到 在香港那邊是海水溫度高 因為這有熱對流氓症 所以產生了這個水龍捲 這代表海水溫度 其實在NASA資料沒出來 恐怕那溫度很高 不過在這裡面呢 有些人喔 有一個小孩子 不知道他是姓還是不姓 他呢 小朋友被河水一沖 沖到河道裡面去 七八公尺遠 結果呢 沒人知道該怎麼救了 剛好有人看到 淹水拿著魚網去撈魚 竟然救到了這小孩子 這個算他的幸運吧 導播我們來看這張照片 這個是廣東江南村 非常知名的雲峰塔 雲峰塔這個地方 當然一看我知道他淹水 要不說你知道 這黃層層的泥流洪水裡 下面還住了一個村莊嗎 你知道他之前還是個涼田嗎 你看了這個 整個環形的這一個地理位置 還有高樓的水岸第一排 過去曾有多絕美 現在有多心痛嗎 心痛就算了還有多詭異呢 真正詭異在哪裡 我們都知道杜拜嘛 然後都知道阿拉伯半島嘛 結果俊相突然之間 十二個小時下掉一年的雨 嚇死人了 所以看整個杜拜 現在變成水箱澤國了嗎 那些名牌 那些奢華商品 所有的大店通通都在淹水了 十二個小時下去 而且從上禮拜下到現在 一直在這個水都不退 很多的名車 我們看到那些 你一輩子連摸都不敢摸的 那種名車通通泡到水裡面去了 原因就天氣都變了嘛 可是更變的是什麼 印度我們本來就知道蠻熱的 看似會熱到的是一個主播 現在在播報新聞講一講的時候 你看到沒有 開始眼神 開始僵持 然後昏倒了 熱到四十五度 攝影棚溫度不是都十八度 對 上面不是我們都有開冷氣嗎 對 那雖然攝影機上面他們蹲開著 溫度會上升 是 可是顯然連這樣的空調都控制不住 連印度這麼一個地方 平常很爛熱的地方都撐不住了 過去不到二十四小時 大小餘震已經超過了兩百次 觀眾朋友 我們最該值得注意的是 鎮壓已經從花蓮的近海北端 一步一步往南移 而且從近海以往陸地了 我們就問 餘震的威脅會更大嗎 它會持續多久 七小鼠說 注意喔 現在只是剛剛開始 餘震至少會持續半年 到一年這麼久啊 駿鑲哥還有報信的觀眾朋友 藏半月 你有把我搖起來嗎 2點26分 在花蓮它規模超過6 2點32分 6分鐘以後又來一次 然後畫面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今天早上8點04分 我準備要開始說廣播的時候 又開始搖了 到底有幾次 已經超過200次 早上說說八十幾次 可是不斷地搖不斷地搖 所以昨天晚上 那個地洞天搖 當然沒有到規模7以上 是6點多啦 但是它也已經把所有 全台灣人幾乎都搖醒了 那觀眾朋友現在看到的是花蓮 又有兩棟樓它倒下來了 不過呢 這個不幸的消息當中 有兩個大幸 就是這兩棟樓裡面完全都沒人 為什麼 因為一個叫統帥大樓 先前在洞四洞三的地震當中的時候 就貼紅丹 來貼龍柏郎 另外一個是富凱飯店 你看外面有鐵圍梨 它正在整修 所以根本沒有對外營業 所以好家在這兩棟都沒有 可是半夜2點多的時候 突然搖成這樣 很多人搖起來以後在幹嘛 會不會再有地震啊 6分鐘再來一個 以後真的睡不著了 真的睡不著了 通通上去看YT 有人在直播台灣的地震監測的 YT帳號 你看到這個是幾點 2點56分的時候有沒有 2點半的時候 所以地震後半個小時 有9萬多個人在看 有沒有看到 俊翰哥 它下面同時上線有9萬多個人在看 所以大家都在那邊看 那看YT的看YT 可是剛剛有講到有沒有 你看到左下角的看的人數有沒有 超過9萬 已經將近到10萬 右上角那邊看那個波形 這就是地震震波進來了 所以你就知道了 當這個地震來的時候 大家都在關心全台灣各地 而且真的就睡不著了 兩棟大樓 一個叫富凱飯店 一個叫做統帥大樓 跟上次的天王星 其實都在同一區 那你要給大家看一個畫面 因為這兩棟大樓沒有人 這個飛機的洗衣場也沒有人 還好沒有人 你看一地震以後 整個就垮下來 二樓的建築物 直接就變一樓 所以這次的地震 你看就在這個畫面 有沒有 當場就垮下來 還好裡面沒人 但就要跟各位講 那上次已經洞四 洞三的地震過後以後 怎麼還會這麼大 請注意 各位觀眾朋友 它還是屬於洞四洞三的餘震 它並沒有超過上次的規模 隔這麼久 第三個禮拜了 但是它的規模在6以上 所以全台有感 那現在問題來了 當你已經發生這麼多次地震的時候 大家會想到說 為什麼都在花蓮 我告訴你 還不只在花蓮 它根本就在同一區 花蓮有一個米輪斷層 你看從地圖這樣一看有沒有 米輪斷層的這個紅線 那這個米輪斷層 其實基本上已經很久沒有發作了 但是這次一出來以後 洞四東三一次 昨天晚上又兩次 都是規模6以上 洞四東三還在7以上 你要知道 這個天王新大樓 跟我剛剛講的 富凱飯店跟統帥大樓 通通都在米輪斷層上面 那問題來了 因為以往 沒有 以前人家的地震 遇到的時候 有餘震我知道 餘震就這樣而已 怎麼餘震會是規模6以上 會不會有更大 大家都會擔心 所以昨天晚上很多人在花蓮 不敢睡覺了 直接把車開出來 有的還有露營車的 有的有什麼樣的車的 直接開到廣場 在路邊有沒有 真的會怕 因為我記得921之後 其實有一段時間 特別是在這個中部的災區 台中跟南投的人 真的一段時間 根本不敢回家睡覺 所以地震這麼多 而且不但規模很大 次數還非常頻繁 以往也沒有這麼多 200多次 你要知道 有一個全世界各地的 一個3D的地震的 檢測的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例子圖 劉昂哥你看到有沒有 等一下 為什麼中間有一個 台北101掛在那裡有沒有 跌成一個摩天樓 來我告訴你 因為它很簡單 它是哪裡發生地震 它就有一個地震波的圈有沒有 然後一次地震就跌一層 一次地震就跌一層 很多地方都跌一層兩層三層 我們直接跌到破百層 因為200次 對啊 所以你直接衝上去 所以昨天全世界地震 最頻繁的就是台灣的花蓮 你看它往上跌了嗎 立體往上跌 所以這個3D的地震圖 台灣的地震成為全世界最多的地方 那先前洞四洞三的時候 它的震樣大家知道 它是在海邊近海 而且是在花蓮整個線 比較靠北邊的地方 可是劉昂哥它在移動中 它從北移到南 它從近海移到陸地 所以它已經移進來了 那有可能 這個整個地震專家 我們聽專家跟大家怎麼說 目前判斷 還是洞四洞三之後的餘震 可是這個餘震 基本上也太大了 怎麼規模還在6以上 然後從洞四洞三規模7以上 加上這兩個昨天晚上6以上的話 這樣加起來6以上已經有三次了 好 觀眾朋友 見股可以知今 我跟大家講 1951年民國40年 這麼久之前 曾經在花蓮就發生過 一個月之內 規模7以上地震連續四次 連續四次 那我現在有沒有到規模7以上4次 沒有 只有一次 但是另外兩次在6以上 那當年什麼狀況呢 當年其實花蓮沒有摩天大樓 可是一個月當中 發生規模7以上地震連續四次以後 就是你在看到的 1951年的珍貴畫面 當時整個花蓮 40%將近一般的房子通通都倒掉 因為地震來的太多 太密集 太大了 專業的地震要問專家 觀眾朋友今天同樣很高興 為大家邀請到是 中央大學地科系的 顏洪源教授 顏教授來跟我們說說看 這一次大家最想問的兩個問題 第一個 會怎麼樣 三個禮拜來居然震成這樣 接下來會怎麼樣 還有要搖多久 先來講會怎麼樣 我們觀察到了 鎮央從近海往內地 從花蓮的北端近海往南方再移動 這樣子的改變意味著什麼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改變 這張圖是從4月3號規模7點2的主鎮之後 到今天早上10點 它的餘震分布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說餘震 就是因為各位可以看到 在北邊的整個餘震的發生 這個時候其實在這一塊 是完全不動的 是完全不動 那麼各位知道說 我們整個菲律賓的板塊 它是向西北在那邊擠壓 它往這個地方擠壓 對 那麼主鎮 主鎮它是一個逆斷層 所以我們上次知道 在0403的時候 大概能量都是往這個太魯閣 往這個蘇華公路 甚至往桃園跟新竹 中和 咬得很厲害 所以當它在往北的破裂過程當中 它事實上持續往西在擠 可是在往西擠的過程當中 這一塊它事實上是撐住的 那這個原因很簡單 就是我們剛剛講 這個餘震在花蓮的地震特性 通常我們認為是兩到三個禮拜 應該要落幕 是 那實際上我們資料看起來 也是落幕 待會可能有一張圖可以做說明 這張圖 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個主鎮發生在4月3號 然後呢 一個比較大的 在8.11分的 6.5的規模之後 它大概就是 這個就是我們最標準的 所謂的餘震的分布 它不斷不斷的 對 劍刺下降 這是我們一般講 叫做指數曲線的下降 這是非常正常的 是 好 那麼為什麼這一邊 就突然在這個 我們講兩三個禮拜 要結束以後 昨天受風 又發生了這些地震 而且規模都5 甚至到6 那麼原因就是我剛剛所講的 因為它在這個整個花蓮的 這個我們可以看到前一張 就是花蓮的這個地震 這邊看起來是很分散的 但是為什麼會集中在這裡 各位知道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海岸山脈 海岸山脈碰到台灣 我們以第十年代來講 它是最早碰到台灣島的 是 那麼台灣島 你把台灣造山運動 中央山脈都可以擠得 這麼高的情況之下 這一塊一定是相對來講 在整個海岸山脈 它是比較破碎的 因此呢 我們在整個花蓮地區的 這個硬力重新在分布的時候 它就觸發了這個 受風這一塊 就沒有撐住了 所以它就用很多的這個地震 次數 還有這個大的規模 事實上5到6 去把能量做釋放 我想這個是一件好事 至少讓民眾知道說 這個還好是分開來地震 而不是在單一地震在爆發 老師我再追問一個問題 剛剛這張圖讓人看得出不驚心 這個指數型的下降 原來到這個地方 4月21號余震 已經剩一點點 你就下台一局攻吧 你就讓大家安心吧 為什麼冒出這兩天 有點倒打一耙的感覺 後面還要折騰我們多久呢 如果以我的觀點來看 就是這個系列會更快結束 這個系列會更快結束 原因就是因為它只要在 這個地表的這些破裂 而且我們知道從第一個 大概十公里一直往上 破到大概兩公里 三公里 這個是氣象局講得沒錯 它是定位的一個極限 地殼的深度 應該講說我們在做氣象局的定位 速報系統它是讓極限 所以可是我們從資料來看 它的確是一直往前步破 甚至我們可以懷疑 在海岸山脈靠近花蓮溪的 可能會有破裂 地表破裂 但是因為我們沒去看現場 但是總之這個破裂的速度 跟它的規模 可以看出來 這個系列應該會很快的結束 在我的看法裡面 不會有更大的地震 氣象局的主任告訴我們說 現在才開始半年到一年 哇不是晃到七昏八速了嗎 好有關於這個余震 其實在很多的這個台灣的地震歷史 我們如果追蹤到比如說921 921的這個地震規模7.3 我們這個主任7.2 但是它地表破裂的車路骨 斷成了一個破裂 好那麼它余震多久 其實在10個月之後 在民間那邊竹山那邊 也發生一個規模大概6.5或6.9的地震 快要一年 快到一年 所以如果延續一年 它是有可能的 可是我們現在必須要講 因為畢竟這個以花蓮的地震特性 以花蓮地震特性 每個人看法不一樣 而且從這個菲律米爾板塊的北端 大家都看到美人斷層 可能會被誘發 或者是零頂斷層 這一次我們認為 我個人認為零頂斷層 它是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麼這個斷層的錯動 其實它把能量釋放 是一件好事 那麼釋放多久 其實在我看來 它會比較快落幕 即我跟大家當天看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武器暴行文 俊項還有優秀的武器暴行文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